至少五把太多 带六把 到现在差不多 因为特别是双打 因为发力车特别的重 所以说很容易出现 开线 好球 看运的这一个风往意识特别的快 你感觉这个马来西亚里的选手 从这个左手握块的成人合合 右手握块的股线 也就是两个运员 他们在技术上 有点是生命的特点 他们这种双打的组合 为什么现在能够 打到世界排行第二 而且具备了中夺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那种 持续和手术 我觉得他们这一队的特点 主要是在于他们的前半上 还是特别的快 而且平洲党的技术也特别的好 而且相对来说 陈文宏都是主要还是以控制底线为主 而且前半场就是给古剑杰创造一些很多的机会 所以说他们这 之间的配合都非常默契 而且他们的防守 也是非常的稳健 觉得他们整体实力都非常强 马来西亚双打也是很有传统的一个 对对对这样子 现在是发射方的后场 其实这两队双打跟 他们内在马来西亚的方面 跟我们这一队双打其实也有相同之处 都是一队一右 马来西亚左手拍的是陈文宏 右手拍的是古剑杰 哦 特别提到这两队选手 他们在往前那个平球的速度上控制得很好 对对对 而且防守也很不错 对 那对于中国队来讲 太阳赛风赛 面对对方那种防守能力很强 而且往前抢了很凶的局面的话 你其实很能够完全把对方压制住 不要对方破场来优势发挥 我觉得它是一个 其实他们的技术特点各方面都应该都是比较相似的 对对对 都是前面场都是比较快 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进度还是在前面场 谁控制了前面场 谁又有机会能取得优势 这位选手凯云现在准备发球 他是来自江苏的一名选手 1980年初穿 身高的是1.8 他对手 赛风的是广东人 1984年初穿 身高1.8 刚才这个小包包成来特别提到两个 这两个选手都是一索一索的搭档 然后在这个双打比赛里边 那羽毛鼠 青毛鼠 还有网头这种一索一索的配个 现象非常普遍 现在是古建杰在后场越迟沙球 从这个马来西亚这对拳手 给人感觉到他们后场的沙球 威力不像中国这对男双给人印象这么深刻 但是他们的往前这个平凸 往前速度强 凸的这种力度 给人感觉到印象 是非常深刻 对 因为像他说 可能与其 当他们自然跟是比谁在进攻最强 相当做我觉得还是富来风的 后场进攻能力 还是要比较强一点 嗯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太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他的太云的技术 我觉得还是在前半场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 特别在平净场的一些转换当中 他的之路特别的轻松 可以特别的看 对 大家看那个太云的打球 现在发球的运缘 他呢 给你感觉到 就有点像江苏一远的特点 老子很红 对对对 很细腻 对对对 有点像看当年那个赵建华 对 他打球就是这特点 对对对对 精于算计 这富海峰呢 虽然是个广东人 但是呢 后场的沙球 你刚才讲了 进攻的力度是非常快 对对对 非常大 他看到中国队的教练 陈兴东 他在场边 从那个进攻的姿态 不用看脸 就知道这是富海峰 刚才 发生来特别介绍了 这个富海峰 他的进攻的球的 速度世界第一 时速超过了300公里 两个人也是各有特点 他云的是往前细腻 而且他的后场的沙球 力量虽然不大 但很注重角度 对 精于算计 而富海峰则像 重弹炮弹一样 他的进攻 有那种一气缺力的气势 对 对对 过去 蔡英文汉峰记得几年前 在世界上总是排名 第三季次 难以进入这个 最后的决赛 但从近一年 特别是进入到今年的 夏季以后 他们两个状态 五六月份 他们的状态明显提高 好的 对方这一头刷得不错 从比分上来看 显然 我们暂至了 比较大的优势 你看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从一开始 我就选择 虽然是 我们整体实力相当来说 要略长于马来西亚 但是我觉得他们 算分分太云 显然要在准备上 要更充分 他们在这里 他们赛前 太云在前天 在这里我们也跟他 交流当中 他也谈到 他说马来西亚这队选手 他们过去 应该说组合在一起 时间时间短 但进步很快 而且曾经 在和中国的比赛当中 胜多不少 但是最近一段 中国一名把心态摆震了 我们也是拼对方 我们虽然组合时间长 我们虽然年龄大 我们虽然有一些灵气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拼自当头 所以就比速度 压制住对方的速度 我们就能够赢得主动 他们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好 现在我们继续 给大家来直播 在克拉斯哥 进行的苏比曼杯 世界与猫球男女 混合团比赛 中国一同马来西亚的比赛 大家看到这是 这场团比赛的 第三盘男子双打的比赛 就是由中国一年 太阳和苏海峰 对马来西亚的一对双打高手 吴建杰和陈文宏 第一局中国一年 21比9个胜 现在马上要继续